現在我們請大家起立 我們一起先歡迎我們的 烏山禪師以及林維園董事長 大家請坐 我想今天最主要的 我們這個新書發表會呢 當然大家也看到了我們的看板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兩位主人 就是我們的烏山禪師 以及林維園董事長 林維園董事長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他當過非常多的董事長 他的頭銜呢 他之前曾經擔任過中綱的董事長 現在呢是台本的董事長 那麼當然最重要的 他是我們烏山烏花基金會的董事長 所以呢 我們今天現在先請他為大家說幾句話 謝謝 師傅 各位媒體的朋友 還有我們各位這個師傅的姓眾 還有有緣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這個 平常我在媒體上出現呢 在過去呢 很多年大概都是跟政治有關的 這個媒體朋友對我比較有興趣的 大概都是說 你跟扁家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個檢調在調查你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犯法 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的心非常正 我的心地善良 所以我不會犯法 所以經過的淬煉以後呢 我還是很平安的全身而退 接下來呢 大家比較關心的說 你在中鋼的時候 你把中鋼經營得很不錯 中鋼四十年來呢 最賺錢的 前四名呢 都是我擔任董事長 當時呢 曾經一天呢 賺1.7、8億 創下中鋼幾十年來的紀錄 那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些媒體的報導 有一些政治人物說 他說中鋼這種公司呢 請一位白吃去呢 賺的也一樣多 結果呢 在中途我曾經離開過中鋼 我離開以後呢 中鋼的業績就掉下去 結果在一年半以後呢 我又因緣際會 又回到了中鋼 結果中鋼的業績又上來 結果在 馬仙當選總統以後呢 他迫不及待 趕快把我給換掉 結果換掉以後 中鋼的業績又掉下去 一直掉到現在 所以呢 他們都說 沒辦法 因為他命好 我是不是命好 我跟各位報告 我真的命還不錯 我 雖然呢 父親是公務人員 人員出身 我們家裡呢 是小康 但是呢 我命很好 因為我在家裡 充滿了愛 家裡沒有錢 但是充滿了愛 所以我命很好 因為有中鋼的經驗 他們都在 抽銀根 經營不下去 結果 就有這個姻緣 他們跑來找我說 你可以不可以來台本 擔任董事長 來救這家公司 那 我的直覺 就告訴他說 應該沒那麼困難 因為連中鋼這種集團 我都領導過 台本這種公司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就承諾答應 我就 我在3月1號呢 就 正式上班 2月27號呢 董事會通過 228是放假 所以我3月1號上班 我上班的第一天呢 股市開盤 就漲停 因為 我的名字出來 他就漲停 所以很多人說 他沒辦法 他命好 那其實說我命好的人呢 我知道 他不一定 他非常的另於給我一點的肯定 因為從前我非常努力 他們不太願意給我肯定 但是呢 他也沒辦法說出你有什麼不好 所以他說 你命好 其實 對我來說 說我命好 對我是一種福報 因為我知道 因為他們不了解因跟果 因為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原因 跟他的果出現 我跟師父結緣呢 其實是我看了 師基金小姐寫的那一本 神之所在 我看過以後 我知道 師父很厲害 但是呢 我也沒有去想見辦法 去追去追求 去想去 去認識師父 我也沒有 隔了多年以後呢 很自然的一個機會 就是我的好兄弟 就來問我說 師父呢 從國外回來 有這個機緣 你要不要去跟師父認識 我說 我當然非常的高興 因為充滿了法喜 因為我知道 我跟師父的緣分已經到了 這其實不是我去找他 是師父來找我 因為緣分到了 我自然就去了 見了師父呢 其實我也沒有去 去請師父幫我展現神童 做什麼事情 幫我賺錢還沒有 其實就跟師父很自然的 就聊天 師父讓我知道的 我的前世的因緣 其實那聽起來 就是那麼的自然 就像我在這個軌道上走一樣 就是那麼的自然 那麼的舒服 其實就是那麼簡單 其實師父呢 他是看到台灣這個社會 這麼的亂 雖然師父並不是在台灣出生 但是他愛這個地方 他愛這個地方 所以呢 他看到台灣天災人禍 師父呢 發願想要幫助台灣 所以師父透過很多的方式 因為他的弘法 他的傳道 他不拘泥於某一種形式 他不會叫我們每天 一定要打坐 念經沒有 他隨緣隨喜 每一個人的方式他都不一樣 他就很自然把他的心法呢 讓你去感受到 他希望每一個人 都被他的感染 把你的心變好 變成性化 讓台灣帶來的祥和的社會 台灣你看 從上到下 那麼簡單的事情 都是用那麼笨的方法在處理 這個當中充滿了仇恨 充滿了仇恨 各位你就看看 那麼簡單 可以處理的很圓滿的事情 都不要圓滿 一定要 你看看現在社會上 一大堆的抗議 那現在的抗議 從前我們選舉的時候 那個很多人 那是靠動員 動員就是花錢請人去來 展現這那種人 現在不用動員了 你看洪仲修事件 很多大普事件 那種透過網路很自然的集結 因為人心感同身受 他都自然的集結 我們這個社會 洪仲修這麼簡單事情 你跟他有什麼仇恨 可以置他於死地 這個社會不是很可悲嗎 師父就是發怨 他沒有告訴我 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他希望來幫台灣這個社會 所以緣分到的時候 師父交代說 要出一本書 由我來擔任編助者 師父給的時間非常短 什麼時候要完成 什麼時候開記者會 都已經決定好了 如果叫我去寫呢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我通通不睡覺 我也寫不出來 可是什麼事情就是那麼自然 這一些弟子 這一些信眾 很自然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就在師父所定出的時間 我們就很順利的 順利的把這本書來完成 大家同心協力 大家都是任老任遠 分工合作 我們有23個見證的 我們的信眾跟朋友 這些人 裡面任何一篇文章 絕對沒有偽造捏造 他們都是親身的體驗 如果去寫一本書呢 可能文筆遲早華麗 結構可能比較漂亮 但是我們這本書呢 我們就是親身體驗 它展現的是真實 23個中間有博士 有教授 有八年級生 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有家庭主婦 都是親身的經歷 它把他們的經歷呢 把它寫出來 讓大家來分享 那其實師父為什麼要出這本書 他是一個出家人 他不為名 他不為利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其實他也沒講 我很清楚 其實他是要把 他的心法來 經過這本書 然後跟大眾來結緣 然後把他的心法傳給大家 希望大家得到心靈上的快樂 很多人一定會關心 如果你看過 師父有沒有神通 大家會比較 比較現實 有沒有神通 我跟各位說 這23個故事 沒有一篇是捏造 真人真事 你們都可以查證 這是親身的體悟跟體驗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領了佛教講確鏡 我從來沒有對外講過 我當時領了佛教講確鏡 當時並不是 並不是對佛法有興趣或是尊嚴 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我的功課還不錯 我四處請領獎學金 所以領了很多獎學金 可是佛教講確鏡呢 必須要每一學期結束 要寫一篇讀經新的 當時我就問了 成衣法師 他是在济南路上 現在還在 華岩連聖 成衣法師已經不在 他應該已經圓寂 我就問了法師說 佛教非常好 勸誓 勸善 了結 因果 因緣 可是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神蹟 到底有沒有神蹟 成衣法師告訴我的 不是師父告訴我的 成衣法師跟我說呢 神通呢是法門之一 真正得到的高升 他可能是有神通 但是佛教並不強調神通 師父呢幫很多的弟子 解惡 離苦 勸他們放下 得到心理的平靜 他展現了一些神通 他從來沒有教我們說 怎麼樣可以賺大錢 怎麼樣可以去賭錢 怎麼樣是可以六合彩中獎 他不會教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的體悟就是說 一個得到的 得到的師父呢 如果他的發心是慈悲 他可能是會有神通的 這個是我的體悟 發心是慈悲的 他可能是會有神通的 那師父有沒有神通 你們可以去跟 這個二十三個見證人 去跟他們去 去分享 去了解 我真的非常的幸運 在我年紀這麼大以後 其實我的慾望並不多 其實在年紀這麼大以後呢 還有這個機會 這個機緣跟師父結緣 所以這個是我最大的福報 我的命好是好在 從小時候父母親的家裡充滿了愛 當年紀大以後呢 還可以有這個佛園遇到的師父 我過去呢幫我們的股東 幫他們賺錢 我經營的公司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的 沒有虧損 虧損公司我去 我一定讓他賺虧為贏 到現在還沒有失敗過 台本公司呢 從我去以後 從三月一號開始以後 就每個月一直賺錢 每個月一直賺 從前就是賠錢 我三月一號開始 從三月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三月賺兩千多萬 四月賺五千多萬 六月賺了一億多 八月一部分的稅收又賺了一億多 所以我一記得賺的錢 就可以把去年全部的虧損 就可以把你補掉 所以我的股價呢 從我來說七塊多 今天漲到二十點九五 減九還是九 其實股價對我來說並不重要 因為我也不炒股票 我不買也不賣 其實我在乎的是 我要幫我們的股東 幫我的員工創造最大的福祉跟福利 但是賺錢那個都是小愛 那是不重要 如果有這個機緣呢 可以把這一份的人生的感受呢 來分享給大眾呢 這個才是我這一生最大的事情 人家說 再怎麼努力都不如命好 這是別人說的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說 做什麼都不如心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這本書 要跟各位報告最重要的 心如果好的話 你自然就會有福報 我為什麼命那麼好 因為我心好 所以才會命好 當你心好 你做得正 什麼事情都是以慈悲為出發點的話 你什麼事都會非常順 我到每一家公司去 你們可以去打聽 從台北自然水事業處 我的第一個工作 自然水事業處 到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我待的時間很短 這58天 你可以去問一下台電員工 你可以去問一下中鋼全部的集團 還有台灣氣電公司 全部的員工 你可以去問 因為我心好 我把他們當自己的家人 一樣的疼惜他們 所以得到他們的助力 你這個磁場會幫助我 會幫助我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順 什麼事情都好 台本公司會跟各位報告 原來是國民黨的黨員事業 你們應該知道說 我好像跟這個 跟這個民進黨比較接近 其實我跟各位報告 我根本不是民進黨黨員 從來就沒有過 我曾經是國民黨的黨員 曾經是 但是呢 其實我對政治並沒有興趣 我覺得政治是耳於我詐 我覺得不好玩 我覺得如果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比那些都重要 所以我做國民黨的失聯黨員以後 就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 民進黨的主席林毅雄不相信 他問說為什麼你沒有加入民進黨 我說我這輩子已經錯過一次 我不願意錯第二次 那我覺得 我要做我自己 做我該做的事 我把自己的體悟經驗跟大家來分享 這樣子才有意義 那謝謝今天你們來 謝謝今天你們來 那來呢 我很渺小不重要 來跟師父呢 來結這個善緣 這個會有很大的福報 因為師父呢 他發願 他是要幫助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是最大的福報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有些人曾經跟師父接過緣 有些人或許是第一次見到師父 不管您是怎麼樣 但是今天呢 坐在這樣子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緣分 因為呢 我們師父 我想大家看到師父的髮像 非常非常的莊嚴 而我相信大家也許接觸過一些其他的出家人 但我敢擔保 說我們師父的髮像是我看過最莊嚴的 那我們師父從 我剛剛說過民從民國96年來台灣紅髮到現在 師父從來沒有一天 一時一刻 他的心沒有放在台灣這 所有這片土地身上 那這麼多年來 他默默的為台灣這片土地 上了人 事 地 物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剛剛 剛剛林董事長說 提到師父的神通 師父曾經告訴過我們 神通是用來度人的 不是用來禍眾的 但是呢 很多的人 他都是用神通來禍眾 那麼我們師父也告訴我們 如果你的心跟師父一樣純淨的話 有一天你也會有神通 事實上 嗯 相信很多大修行人都有所謂的神通 但是 我們師父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師父有大慈悲以及大德恨 那當然因為我是師父的土地 我是師父的弟子 所以我講的話呢 可能大家會覺得呢 有所偏頗 或是說 因為大家就會想說 你本來就是 你一定是認同師父的所有理念 你才會 但事實上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 跟著師父這麼多年 從師父這邊我學到八個字 就是 檢討自己 原諒別人 事實上我們跟著師父 說學佛 說學佛真的還早的呢 因為我們連做人都還學不會 剛剛林道委提過 就是在我們這本書裡面 有二十三位就是 親身的見證人 我一個人說 可能大家也覺得 聽起來沒有什麼公信力 所以呢 我們現在邀請了我們四位 也是我們師父的弟子以及信眾 有的呢是直接接觸過 受過師父幫助的人 但他雖然不是弟子 不是信眾 但是他完全能夠感受到 師父的慈悲 我們第一位呢 就請我們的一位師兄 袁采師兄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他當然也是其中的一位作者之一 我們請掌聲歡迎 袁采師兄 陸山師傅 還有林文元董事長 再次各位 以及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袁采 那我是 心之所在第七篇 《信心的奇蹟》的作者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 要坦白說我其實 我必須要你壓抑自己的情緒 因為不要讓自己崩潰 因為我覺得 很感謝師父 讓我 見識到生命 其實可以很有質量 然後也可以很有深度 那更感謝 就是林文元董事長 創造這個蘇生的機會 讓我可以把我的多事 在這邊做一個分享 嗯 其實在遇到 烏山師父之前呢 我是一家民航 我是一家航公司的民航機師 那 當初第一次要 呃 求見烏山師父的時候 我是希望可以 藉著烏山師父的 就是神通 然後讓我到 國外的航空公司 繼續我快樂的 飛行的生活 那烏山師父 當初 當天晚上 就非常慈悲的 交代我一個功課 要我每天一定要做 他就告訴我說 你每天要做喔 認真的做 做個20分鐘 然後你就可以順利 達到你的願望了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每天照表超客氣 先一開始是很開心說 啊 我可以到國外去飛 真的太好了 因為國外飛行人 待遇比台灣好太多 可是說也奇怪 大概做了一個多月之後吧 我漸漸就開始 不斷的問我自己 當飛行員 真的是我需要的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問我自己這個問 但是 很奇怪 當這問題一直出現的時候 我就開始不斷的 每次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會越做越 我覺得心虛 因為我會問我自己 當飛行員的確是我想要的 但是他真的是我需要的嗎 我相信 所有跟師父 就是 追求師父 學習心法的所有心中 大家都有不同的體悟 有些人體悟的是 要盡量看破清關 那有些人的體悟是 要看破清關 那我覺得 對我個人而言 我要看破的是 我要放下我職 因為我職 是一個 對我 本身天蠍座的 固執個性而言 我職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現在要分享一個 我對於我職的看法 那大家中間有穿雜 穿雜一個 就是還算是蠻感傷的故事 本身我業餘研究 詹心學已經十多年了 那我看過的命盤少說幾百張 那我發現 喔對我還有一個綽號 叫做鐵嘴或巫婆之類的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賺得很準 那我賺得很準 原因不是我很厲害 或者是我有什麼神通 不是的是 詹心學的知識 它就是那麼精確 那我發現 每個人的命盤 在出生的時候 你所有生命當中 性與不幸的事件 都已經安排好了 就等待每一個人 毫無意識的 過著自己 命運當中 所設定的程式 等待命定的時刻 到所有性與不幸 同時引爆 那這個性與不幸 引爆之後呢 那你要看當事人有機會去翻新自己 然後去接受 所引爆出來的結果 那我在這邊要分享的是一個 應該算是很感傷的故事 就是 我曾經幫一個學生的弟弟看過 他弟弟的命盤 然後是一個很帥很英俊男生的命盤 然後 然後 我告訴我的學生說 你如果 看到你弟弟 請你一定要告訴他 一定要告訴他 切記切記 如果有機會 跟別人起爭執的時候 請你用最快的速度 離開現場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起任何爭執 否則後果會不堪設想 那我學生一聽 當然就覺得 哇 聽起來好嚴重 我一定要跟我弟弟說 然後之後記得幾次 我還有聽他說 你有告訴你弟弟嗎 他說有 然後我就說 好那就太好了 後來之後我的學生就去澳洲留學了 但是三個月之後 他 寫信告訴我說 他必須回來台灣 因為他弟弟死了 那雖然這件事情 我早就 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可是我還是覺得非常非常感傷 因為 為什麼在他吵架的當下 他的我執是超越 我的忠告呢 對我而言 放下我執 我可以發現我人生當中的 康莊大道 那我也希望 在座的各位 有機會去接觸心法 那 也可以發現你們自己生命當中的 那個 意義與目的的康莊大道 我們分享到這邊 謝謝你們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的就是剛剛所謂 剛剛林董提到的 我們的八年級生 那這對姊妹呢 是我們裡面書裡面 如果看過我們的書的 裡面的兩位作者就是不可思議的 姊姊的不可思議 以及妹妹的不可思議的作者 那我們現在先來請妹妹 我們的肖妹妹 來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好 我是肖慧珠 師公好 然後我今年是 十九歲 在我十七歲以前 我覺得我或許好像跟 有一些人有點不一樣 跟同學一般同學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我不想要承認 直到看見師公法相的那一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突然看見了 一個 身穿白色衣服 面黃肌瘦 然後 長相十分可怕的男人 而且是腦男人 還有一位 身穿紅色衣服 他面無表情的看著我 正當我開始感覺到害怕的時候 我在想 我到底要跟哪一位神明求救 畢竟我從小到大都是養個道教 怎麼辦 突然 有一位身影 在不到兩秒的時間 突然不見了 整個畫面也沒有了 剛剛那兩位恐怖的人也不見了 我的畫面 眼前一片空白 突然我睜開眼睛 發現 這不是夢 因為我躺下去 才不到五秒鐘的時間 我看見 我書桌旁邊的那張髮像 我就 愣了一案 這不就是施工嗎 我就想說 天啊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感覺很像看電影的感覺 我到現在 就是還心有餘肌 我十分的激動 看見施工之後 看見施工之後 看見施工的髮像 我完全完全的 訝異 跟隨的之後 我們就開始努力的跟隨施工 但是 我們連施工的一面都沒有見過 我們卻 施工卻救了我 我們家曾經 為了追求平安這兩個字 我們花了多少的時間 花了多少的金錢 但卻沒有達到實質的效果 而施工卻 一面都沒有見過 他卻救了我 這時我才發現 原來我的人生 是多麼的不頻繁 到現在 跟隨施工的心法 我十分的珍惜 珍惜著這每一刻 得來不易的幸福 如果你們對我們的故事 有點興趣 其實有更詳細的內容 都寫在書上 你們都可以去看一下 或許 對你們的人生有不同的啟發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就來請姊姊 姊姊親自來講她的 有多麼的不可思議的過程 施工好 董事長好 大家好 我是蕭麗姨 我今天站在這裡的心情 充滿的感謝 我曾經以為 我的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 沒想到我還能站在這邊 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從小就有陰陽眼 跟靈異的敏感體質 那我們家也 因為這件事情 花了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金錢 在求平安這件事情上 直到我遇見了施工 我才知道 其實平安 不需要四處的求成拜託 不需要用金錢去堆積 其實心好就是平安 嗯 我跟隨施工今年是第二年 嗯 我很開心 我這麼早就遇見了施工 那 嗯 施工教我們心法 他跟我們說 做什麼都不如心好 這也讓我知道說 人生上面 所有的困難 都可以解決 只要你的心夠堅定 只要你的心 心無旁騙 只要你 只 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被打敗 人生只有一次 這麼好的師父只有一個 現在我們全家全心投入在 霧散這個大家庭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霧散這個行列 一起跟隨施工的腳步 一起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更幸福 謝謝大家 其實對兩位 就是兩位還在讀大學的小孩子來講 這樣子在一個一百多人的場合裡面 對大家講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老實說呢我們之前還做過好幾次的那個模擬 但是他們還是很緊張 他們的故事其實真的非常精彩 精彩的是他們是用他們的生命寫出來的 在其實我對他們 我們雖然是他們是在南部 我們有一個烏散慈心協會的小朋友 那事實上我們平常在北部 我們對他也沒有那麼多的了解 但經由這本書看到 然後我們那天看到他們就說 哇你們兩個好勇敢 因為你們可以挺身而出的說實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人 最沒有辦法做到的 因為我們都非常的虛偽 那師父告訴我們呢 要學會貪 但是貪完了要懂得放下 我想放下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師父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所有的法門這麼多種 那只是看你跟哪一種有緣 你相信他 你覺得他可以改變你 你就去相信他 師父也告訴我們 師父在這裡他不是要我們跟他 要跟的是他要傳的這個法 心法 什麼是心法 我們的物上化基金會有 上天都掛師父曾經講過的就是四句記 心法四句記 身以執法妄於我法 與眾何何放下菩提 其實剛開始我們真的一點都不懂 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心法是什麼 每次很多人問我們到底什麼是心法 我們都這樣啞口無言 因為很難用 用言語或者是文字去表達 但是現在呢我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是我自己的體悟 就是當你呢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人他 一個老太太或老先生好了 過馬路 你當下呢 你沒有任何的想法 你就去扶他 這就是心法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 你有一點的考慮說啊 我要上班來不及 他反正他會慢慢走 我就先走了 那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被一般的世俗所蒙蔽 把我們的心蒙蔽了 也就是你的心法不見了 那師父呢要我們呢就是發 把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曾經存在你內心裡面的那個善良的那個 那一點點火苗照出來 那麼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生活一定會變得更美好 因為我們真的人就是太虛偽了 也只有孩子小孩子能夠 最真實的表達他們的想法 好現在我們第四位呢 是我們的原家師兄 他的經驗又是非常的特殊 我們也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師父 林董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原家 我曾經是一個慈濟人 我生命中最精華的黃金歲月 都奉獻給了慈濟 我以前很拼命的賺錢 拼命的捐款 拼命的去募款 去募了很多的款 我以為這樣就是在做善事 直到有一天 我的媽媽頭上長了腦瘤 我的兒子得了很可怕的蕭吼症 我的生命完全是黑暗的 求救無門了 那時候也很幸運的 就有一道光出現了 讓我可以遇見了 烏散禪師 那師父就跟我說 你只要擁有一顆善良的心 老天爺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從此我就開始跟隨著師父的腳步 學習心法 這時候我的生命真的開始有很大的轉變 很神奇 我的媽媽以前只要到了冬天 就把醫院當成家再住一樣 一天到晚要跑醫院 自從我們跟隨著師父 我媽媽一天醫院都沒有再住過了 我的兒子原本是命在旦夕 他現在很健康站在這裡了 他因為這兩天中感冒 那因為一定要來 因為這是基本的感恩 他一定要來這裡 我們今天早上從高雄過來的 然後師父去年還帶他去美國 讀了半年的書 所有的費用都是師父買單的 大家可能以為我一定是很大咖 我一定用很多錢供養師父 不對 我只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婦 我沒有錢 我有的就是一顆真心 就是這顆真心 讓師父願意帶領我走 這麼好的人生大道 我的師父 他跟一般的師父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師父他很真 很慈悲 還有他很傻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可是我們烏散禪師 卻是專門做賠錢生意的師父 怎麼說呢 你沒有錢 他給你錢 你沒有工作他給你工作 連我兒子命都快沒有了 你看他現在還活在這裡了 他之前真的是活不下去的小孩 所以只要你要什麼 這個師父他很厲害 他什麼都給得起 可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他也是有條件的 師父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找回人類的本性 這是我的分享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我在書中是第十篇 我生命的燈塔 因為師父就是我生命中的燈塔 謝謝 大家如果那個靜看 那個我們的 他頭上全部都是 就是他爸爸幫他扎的針 所以那天我們到高雄 師父剛回來的時候 我們更嚇壞了 因為他的臉上 這邊搭滿了十二根的針 然後這個孩子非常厲害 他竟然都完全跟沒事一樣 還可以跟我們玩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害怕 他會撞到 真的很嚇人 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不要摸他的頭 好 我們有四位的師兄也好 我們的妹妹也好 幫大家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人生故事 我想有師父護持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 我的孩子也是一樣 但是師父 憑什麼要護持我們的孩子 那我們拿得起嗎 我們真的配當師父的弟子嗎 就是我每天都要自己要監討 然後自己要想的事 事實上呢 在這麼多弟子 除了那個我們站在這邊 每一位是我們的人化師兄 他是跟著師父最久之外 認識師父最久的人 強度 最強的應該就是 現場應該就是只有我了 我跟師父認識十幾年 但師父一直說我在睡覺 其實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在現場我非常多很了解我的朋友 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但是我從來不承認說我很驕傲 但我的驕傲是在我的內心 我這一生喔 活到現在 現在除了師父以外 沒有一個人 真正 真正會讓我覺得 你很了不起 因為我的工作 然後我 我懂得很有禮貌 特別是對於我的長官 我非常有禮貌 但是呢 並不是我尊重你 並不是我敬重你 這些人應該對我也是同樣的 是想法 那但是呢 我現在學到就是 你要從心裡面要去尊敬一個人 你才可能不驕傲 我們有什麼好驕傲的 我們憑什麼驕傲 每一個人在 師父告訴我們一定要檢討 即使你看到一個人做錯事了 那師父常常會關我們 就是比如說有一個弟子做錯事 他會在我們面前去修理他 但師父真正是要修理他嗎 其實不是 他是在修理那位師兄的當下 看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在想什麼 你是在落井下時 還是在幸災樂禍 還在說好險罵的不是我 那事實上我們應該想的是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會做得比他好嗎 這就是師父教我們的 你說是心法是佛法 可是我真的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覺得是教我們學做人 呃 我們的分享到這邊 這本新書 這本書呢 師父當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 那我們有大的 這個很積極的趕快 受命之後立刻做這樣的事 那這本書的出版是在 今年的9月21號 到今天剛好11天 那師父剛剛 師父是一個數字的師父 他剛剛也說了11 對今天來講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 呃我想所以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殊勝的機緣 可以坐在這邊 其實 師父坐在這邊 即使不跟你講話 其實師父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心 再講其實剛剛很多我們的這四位 就是分享著 很多人大會覺得說 你們還講不是講神通 你們根本就是講神通 其實告訴大家真的不是神通 是因為我們的心改變了 我們願意去付出 願意跟著真理而走 所以你的生活就改變了 你的家人就會隨之而改變 這是師父一直告訴我們的 你如果自己不改變 你永遠就是那個 嗯 巴巴魯拉一樣 因為師父是 師父是 他的祖籍是山東 所以他常常會用一些山東的禮語 來教訓我們弟子 那 但是我們都相信 不管師父說什麼都是對的 因為師父就是為你好 否則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好 那我們也 是不是就開放幾位媒體朋友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提出來 我們師父是非常和蔼可親 大家不要看人家都不敢講話 沒有我相信大家的感覺 就像因為剛剛大家講那麼多的 我有幾個朋友 我們之前他一直知道師父真的非常 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都不敢來見師父 因為他們覺得 在師父面前是一個透明人 你根本不用講話啊 師父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有沒有什麼任何朋友有什麼問題 媒體朋友或者現場來的朋友們 因為現在在座的人都太善良了 因為我口才太不好 所以就放我的水了 看師父多慈悲 就幫你們找台階下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任何問題都可以 我提一下好了 師父我們是第二次見面 妳好 我們是桃園縣芳 田俊傑 對 對 我要請師父 發寫個神通 認桌佛法 八萬四千法 我們在十月十二號 在平鎮藝術館 因為我是承辦人 剛剛田俊傑跟我說 妳準備好了沒有 我說 我說我盡力 但是我相信 我們的烏山法師一定會寫大大的神通 一定這樣 那天都是千人的一月祈福晚會 一定會很圓滿 所以一定要感謝烏山法師發寫神通 高高了 我還真沒有神通 我跟大家說過了 在南部有六百屆 台北大概兩三百屆 那中國對岸啊美國啊 我住洛杉磯嘛 還真不是神通 因為我是真的 說也不會說 就像我沒想到我的弟子 原家說我傻 徒弟不說是不傻 那我每次就跟那個 我非常喜歡台灣話 都講得非常不好 大家請見諒 聽說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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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很可憐 我要吃一口飯 然後沒有錢的人 我要給他錢 那我不排斥別人改廟 但我自己絕不改廟 Only one 就是toys temple 那個將來會很恐怖 那就是所謂的燕王變 將來會幹 等幾月 那我每次都求所謂的菩薩上場 這下怎麼辦 天零零地零零 你幫我一個忙 到會兒 但幾年 你幫我寫一個什麼神通 就是這樣求來的 所以你叫我大選神通 我可沒有神通 我有的通 就是天零零地零零 就是這樣 所以千萬別自忘 好吧 我們從十月五號開始會在全省很多的地方準備了總共會舉行四場的簽署起伏會 事實上呢 給你報告 這是我們弟子的功課 是 這是我們每一位弟子每一位信眾都應該全力的去這樣 因為師父非常非常難得來台灣 師父每一次來台灣的就像聖誕老公公一樣 從南發禮物發到北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怕拿到師父的禮物 因為你拿禮物你要做事 你如果沒有做事 你拿這個禮物 你會非常非常的心虛 而且你一定 不講了 這就是自己心裡面知道 請問還有沒有什麼朋友有什麼疑問要提出來的 請到前面來 要罵我就千萬不要罵 我不要太怕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遲到嘛 那因為 我曾 就是 其實我很慚愧 因為我對師父認識真的不多 那因為我是有一個困難 就是 我孩子七月份發病嘛 他是得癌症 那因為因為我的朋友一陣 然後讓我去認識師父 然後因為這樣子 我也到場接過師父 然後 你基督教吧 對 對 因為我在這個過程 其實我很掙扎 對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師父 對於這一種人 到底是什麼看法 因為我 我信同基督 而 我又去求了師父 然後 希望我的孩子的病可以好 那這個過程之中 我的孩子 他的病也真的有好轉 我真的 不知道 我很感激 也很感謝 呃 其實我 我現在不知道講什麼謝謝 我很激動 欸 那就是 請問師父 您對 像我這種人 您有什麼看法 就是 以您高深的 呃 見解 讓我了解說 我何去何從 要怎麼走這一段路 謝謝 應該這樣說好了 嗯 這位女士 我對她不是很熟悉 啊 她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基督也好 我雖然是穿的征服 應該這樣說 基督叫來了 那跟我有緣 我就跟她說 你留下來吧 那如果是 某門叫來了 跟我沒有緣 她說 她要歸於我 我說你跟我沒有緣 我是個本人的師父 要面上的字 沒有緣 不要強求 剛才這位女士 我只能說她很善良 她這個孩子 越來越好 不是我幫的忙 是她自己的心 地善良 因為從頭到尾 這本書寫的 都是他們 紫緣寫的 我還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真的沒有神通 我只是人生的理念 這場 是一種平淡訣 還有真的是 挺理念的 就是這麼簡單 絕對沒有神通 如果大家再一傳實 十三百有神通 那就麻煩了 真的麻煩了 所以告訴大家 來跟師父結約 基督教也歡迎 摩門教也歡迎 天助教也歡迎 我會讓他很舒服 他自己的宗教 他該幹嘛去幹嘛去 不要說 哦 我是不是到你來 一定要吃香 基督教不吃香 那你就別吃香啊 為什麼一定要吃香 無所謂 反正人啊 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這麼七八十年 何必要斤斤計較呢 大家都是一母所生 都是神的 何必呢 真的 心好 那才最重要 你碰到任何瓶頸 你心好 真的 巨頭三尺有生命啊 你唸了一百萬次 金剛經 送了阿彌陀吉幾百萬 如果你心裡想的都是窩囑的 沒有用 像像食物善 我跟你們保證 我過了幾年 如果說名氣大了 我在北美衛士有說過 我食物善如果心中越來越多 見我要倒著走 或者是廟開始越蓋越大 我的身體給你們用當球來踢 僅有會一座玩具廟 就是夜王帝 所以大家有思想準備 別看我今天小溪溪坐在這邊 我會打人哦 我也還會罵人哦 我見官大三級 我不管你是總統還是什麼人 來我這兒請你尊重你自己的慈悲 不是我的慈悲 這點沒搞清楚了 你們坐在這兒 如果有人 現在我看一看 有兩個人是來挑戰的 然後回去要回報消息給他的老闆 沒有關係 你告訴他 我還是愛他的 可是呢 表面上認同師父 骨子裡不認同師父 我是傻 傻到底就變什麼呢 就是英國關係嘛 談回去就另外一個世界了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來 我非常非常高興 然後林董呢 他是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然後他的心真好 沒有人敢碰世路善 因為世路善真到不行 傻到不行 什麼都敢說 什麼 我到現在 回了美國這次 還打一個老模 打人哦 是打人哦 萬一給記者拍到了 還怎麼得了 因為他太可惡了 他在欺負人 你不要先聽到我打人 我為什麼打人 壞 你要問這個東西 現在終身啊 都不知道怎麼了 貪嗔痴賣儀 蓋的呢 還是無名蓋的呢 只聽後面那句話 要整體上的請你們了解 請大家回去告訴大家 手上沒有神通 只有一顆真正的心 然後呢 絕對不會蓋妙 絕對不會練你們那些破切 拿給我了 我會這手來了 這手給 因為我有那個 躁鬱金錢證 真的 不幸就來挑戰 這個可以的 我有躁鬱金錢證 絕對是有的 但是我從那個 醫學名稱好像沒找到 這個是絕對可以 敢跟你保證 因為我對他沒有興趣 但是我 我會借夫妻貧哦 但是絕對不會借林董的 為什麼 他心理善的 所以不用借太多 人家說那個大總裁 很有錢 很刻薄 那你 你信不信 我就又挺老天幫 一定會弄到他的錢 然後再分給大家 那今天我想大概了解 道路到這兒 千萬不要罵我回去 然後兩個人回報告訴他 好 第一名好啊 好久不見啊 誰叫你來的 好 不錯 那今天就講到這兒 請大家一生平安 一生快樂 就算你不喜歡我回去 最好不要造業 為什麼呢 我這麼真誠地跟你分享 你幹嘛要罵我呢 何必呢 好不好 好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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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今天就這樣到了 但是今天不開心 謝謝 謝謝 謝謝